真的要買對東西就要跟著老師 老師你覺得咧 好的 我先來講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這一季的背心 也有很多不一樣的款式 那當然量力而為 如果能夠投資到好的 買到質感好的 我覺得是可以收藏 對啦 我們的出發點都是這樣 聽你就這樣想 但如果是有一些流行性的單品的話 我覺得也可以推薦給大家 像今年的 超貴 對 今年的背心 我覺得首推當然就是這種西裝背心 很簡單的西裝的背心式 不敗款 對 那你可以單穿 或者是加一件小背心 T恤在裡面其實都OK 那你就可以像這樣子的 加西裝褲的這種換法 對 或者是你也可以加牛仔褲 其實是很簡單的一個搭配 對 就會比較帥氣 如果你要休閒一點 就是可以這樣子 又或者是剛剛有介紹的 這種花毛泥的 一樣是短板的 淺淺的顏色 那你也可以搭丹寧 因為我覺得像這種毛泥的 花毛泥的 你是底下搭丹寧 會比較年輕一點 而且這個也 對 夏天也可以 因為它 其實我們現在是算是秋天 一個交界 對 偶爾冷 偶爾熱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單品 它是適合加一件做層次 對 又另外的話 我覺得還有一種是這種刺繡 對 貴族風 對 有一點點貴族的感覺 或者是因為我現在是加襯衫 如果我今天裡面是加一件 比較鬆鬆 然後寬寬 舊舊的 T恤或背心的時候 它又有一點點 對 呈現出來的風格 其實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如果說我要搭配 剛才有講到牛仔 這樣子搭其實也 比較帥氣 中性一點的一個搭配方式 對 然後還有 我覺得今年的背心 還有一些 寬寬大大的 其實是男生女生 都可以穿這種風格 而且我覺得像這樣子的背心 到了秋冬之後 真的嗎 然後把背心穿在外面 的這種層次感 對 因為其實這種背心 就是機能型的 你很方便 又有口袋 可以放很多東西 要有背心 但是你可以 到夏天或秋天的時候 你裡面只要加一件T恤寬鬆的 但是到了秋冬裡面 像那種西裝 然後去搭這個 會有衝突的很大 真的假的 可以 可以試試看 是一種反差 哪裡 哪裡 為什麼 對 因為它其實就是 現在很流行的一種風格 很好看 就是它加入了一些機能 凹鬥的風格 在都會的穿搭裡面 會變得比較 對 或者是 其實今年真的也很多 針織毛衣類的 馬海毛的 或者是像這樣 那如果說 這種針織 你夠寬 你當然可以單穿 如果它夠寬 它也可以用那樣子的打法 直接套在西裝外面 西裝呢 但是這個要夠寬 Oversize 然後用這樣子的穿 我覺得 其實背心它可以有很多 不一樣的搭配方式 大家可以回去試試看 好耶